我国去年12月份的制造业产值超出了经济师的预期 跟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14.3% 去年全年的制造业产值表现也比前年亮眼 同比上涨7.3% 经济发展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电子业、精密工程业、化工业以及一般制造业 上个月都取得了增长 其中电子业表现最出色 因为受到半导铁、电脑周边配件以及数据储存产值上扬提升 产值年比猛增41.8% 受访的经济师认为 这受益于全球跨国企业去年下半年 加大了对电动汽车、人工智能、5G网络等领域的投资 这些高科技需要的一些高端的零件都非常多 新加坡的制造业在这方面 跟其他零件国家的对比来说 都有很大的优势 经济师也说 如果这样的趋势能维持下去 对我国电子业整体表现将产生正面影响 其他领域方面 生物医药业和运输工程业则表现疲弱 同比分别下跌13.2%和31.5% 1.5%和31.5%和33.5%和1.5%和3.5%和确实的价格